為強化泰山地區的 消防救災能力 在新北市議員 賴秋妹的牽線下 風聲鋼鐵與釋響盛頁 分別捐贈給新北市消防局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泰山分隊 電動破壞器材及阻燃衣 在我們消防救災方面 都可以幫助非常的大 那也謝謝你們 對於我們消防的捐贈 那當然 烏果已經不嫌多 過多一戰 那發現這一款的 這個展覽咪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想說 我們一直在開發往歐洲線 那所以我們 在那當下我就 來打給議員 我們來詢問一下 我們的消防隊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配備 感謝議員的牽線 讓我們風聲鋼鐵 有這個機會呢 捐獻了這麼棒的器材 那也希望捐獻這些器材 能夠幫助大家在 那個打火的時候呢 可以更快 然後可以救更多人 為此新北市消防局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副大隊長特別慎重感謝議員 及企業捐贈 並回贈感謝狀 感謝他們讓新北市的消防設備 更加齊全 強化新北市消防救災實力 我們越早發洩患者 越早發洩患者 越早發洩患者 就可以更快把火箭給吸引 把火箭給人吸引 這是我們熱議員 請我們風聲鋼鐵網 幫我們說 所以我先把議員 還有我們看 風聲鋼鐵網 燃燒的時候 等於燃燒的時候 燃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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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的氣作用 然後吸收熱能 將這些熱能 轉化著水蒸氣力 真正大陸 所以幸福就不會消 藉由企業的愛心捐助 電動破壞器材 能強化消防救災能力 祖然一則可對於 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 多一分保障 大大的提升 新北市的消防救災實力 以上新聞記者林正傑 泰山採訪報導